我看昨天柯主席有發一通的黨員信喔 他是說比黨選擇你來當副手的話 就等於是走向一個傾向中國的路線 覺得柯文哲越來越像他綠營的合理 柯文哲去罵綠營抹紅他 那他不是抹紅我們嗎 那麼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你不希望民進黨抹紅你 你幹嘛來抹紅我們呢 更何況侯友宜 侯友宜會親中嗎 會賣台嗎 如果侯友宜親中賣台 全台灣大概沒有一個人不親中賣台 我講的意思是說 侯友宜他一輩子為台灣服務 對不對 他什麼時候親中了 他什麼時候賣台了 他是總統啊 我是跟著他輔佐他的 而且我們一輩子做的事情 都是為台灣好啊 都是為了台灣再努力啊 對不對 我從議員到立委 到環保署長再到立委 什麼時候親中了 什麼時候賣台了 都是愛台 都是希望為台灣做一點貢獻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也不必 因為現在看到我們民調高 講這些抹紅的話 我真的沒有什麼意義的 市長這邊想請問 因為柯文哲昨天說 如果選戰只有賴蕭配跟侯康配的話 一定是賴清德會贏 他說因為台灣親美的板塊 是比親中更大的 然後想問一下市長 講到說親美 其實台灣一直跟自由民主國家是同盟的 美國是我們堅定的盟友 這一點是無庸置疑的 所以我在這段協議的過程當中 我不敢去日本去美國甚至到新加坡 我提出了整個國防安全的策略 是很清楚很清楚的 第一個是嚇阻 我們國防金備自我防衛能力要提升 第二個才是對話交流 然後才會降低風險 所以我的策略其實都一樣 我們跟美國的方式 所以我到美國去 為什麼美國的四大智客 七十幾位專家協診 甚至很多資深官員 對我提出的策略 都是一致性的看法 是相同的 所以這邊大家不要去懷疑 今天在整個台灣的國防安全上 我們一定要先強大自己 然後跟我們自由民主國家同盟 然後也要跟大陸好好的對話跟交流 這是不變的策略 所以我也很期待 選舉到民進黨 不要老是用意識型態來操弄 連我這個是台灣的陶梯 我叫台灣的陶梯 一世人就抓去穿 保護台灣人民的安全 現在要告選舉了 怎麼都把我以前的過去都忘掉了 反而說我是什麼親中 親中的人民進黨很多 那是實際的親中 我連什麼親中都沒有親中 所以我要給大家一件事情 他很清楚 台灣靠自己保護 靠自己家中 我們的立場 這最重要 到選舉的時候 不要用這些方式 好好的把政見台南出來 好好的如果讓兩岸和平穩定 台海能夠安定下來 台灣能夠安全 讓世界能夠安心 這比較重要 如果侯友宜親中 全台灣任何一個人都比他更親中 我敢這樣講 至於說親美不親美 講實話 我很親美 我怎麼不親美 我到美國留學 研究所給我全額獎學金 學費一毛都不交 每個月還給我好幾百塊 三四百塊美金 免稅 我一個月只要花兩百 我還剩下一兩百 留學生剩錢的很少 我還把錢寄回家給我媽媽 然後呢 我在美國公司 做了十年亞洲區的經理 給我非常好的待遇 給我非常好 我不親美誰親美啊 我非常親美啊 但是我 但是民進黨 好吧他講親美 民進黨正是親美仇中 那我們的政策是親美和中 你就是那個強大的鄰居在旁邊 你當然要跟他和平相處嘛 你仇他幹嘛呢 好不好 你真的有本事你仇他 你就不要跟他發生任何關係 那你去年賺他一千六百億美金幹什麼呢 安法你也不敢切斷 所以再強調一次 民進黨是親美仇中 我們是親美和中 市長你昨天有講說 就是民進黨也曾經找你選這個嘉義縣長 然後暗示會高聲副總統 當時為什麼會拒絕 拒絕原因是什麼 然後當時他們不說你是中共同路人 現在卻說你是中共同路人 怎麼會變成這樣的轉變 這個東西過去式的 我是這樣看一件事情 別人想重用我 讓我為國家為人民做事 我都心誠感恩 不管我在哪一個職位 我從一個基層能夠走到今天 參選總統 是人民給我的一切 是在我過程中 很多人讓我有機會 這些讓我有機會的人 我都非常的謝謝 但是 請記得 侯友一個人格不可以侮辱 你不可以火定 我這一輩子 用生命守護台灣 我絕對 是把人民擺在第一 我的意識型態是最低的 我就是台灣孩子 吃台灣米 喝台灣水 為這個土地打拼的人 所以我用這個精神 要出來告我們中華 美國告台灣 請相信 我以前的過去 相當的 現在 不要再跟我摸訪 把我摸訪 真的說 對我人格無欲 我講得非常清楚 我們面對 劉華 面對全世界 我們要有信心 我們是一個民主主義的國家 我們是一個 可以 提出 保護台灣的政治的人 讓我們用好處 對我交流 跟國家恐嚇 我講得很清楚 我們請到 你的劉華的政權 你跟我們要和習近平 吃一個珍醇奶茶嗎 你有說什麼 連 美國 對你來國也不放心 站出來說 不支持台獨 甚至有人要你 凍結台獨黨空 我告訴你不用凍結 你整個就放棄 比較實在 所以這才是 我們 面對這場選戰 不一樣的差別性 是我們保護台灣 是你要讓台灣 變得更危險 市長想要問一下 賴清德受訪的時候說 這個侯友宜是很心要走 依賴中國的老路 對中國不設訪 會引發國安問題 不過今天有這個 這個外交事務的期刊 美國的外交事務期刊 就包含葛萊伊等三大學者 都呼籲賴清德 一定要考慮來去 凍結台獨黨綱 讓和平的承諾更具有公信力 賴清德 就是造成國安危機 最大的引戰者 他處處多說 他是台獨的務實工作者 高級台獨萬歲 這才是引戰嘛 不但是台獨的工作者 引戰 他的國安危機還多 他天然去 用了那麼高的比例 欸 萬一我們被封鎖 那國安不是更高 危機更高嗎 不但是這樣子 到了選舉 真的 沒有把國安當成一回事 反而是抹紅別人 抹紅侯友宜 就會造成國安危機 所以我是親中 這樣一個選舉的方式 是沒有人可以接受的 不但是這樣子 賴清德 連國外都在說了 賴清德 你真的要選中華民國的總統 先放棄台獨黨黨 站出來勇敢說 不要老是說一套 又做一套 不然讓你動算 和台灣 真的面臨戰爭 就死了 所以賴清德 真正讓國安危機的是你 不是侯友宜 侯友宜這一輩子 很清楚 用行動展現 保護台灣 43年 就是我用我的寫名 在槍林彈裡 過我們台灣人民的寫名 這個大家都可以從以前到現在來檢驗 侯友宜 是什麼樣一個 很清楚 保護台灣 也是我這次要出來選舉最重要的目標 所以請人民 張開眼睛 看看一個引戰台獨 引戰 引戰紫章台獨的內心 還是看到一個 一輩子保護台灣人民生命 用生命過台灣的侯友宜 你們一輩子就清楚了 民進黨執政八年做得好不好 不好 民進黨做得好不好 不好 太大下來好不好 不好 不好 不好要怎樣 下降 大家跟我一起喊 民進黨 下降 民進黨 下降 民進黨 下降 呂一鈴 動算 呂一鈴 動算 呂一鈴 動算 很多人很奇怪 說你日子過得好好的 節目也主持得好好的 幹嘛要來參加選舉 這麼辛苦 而且選情又不好 我說我這一輩子 真的是好的事情 很少輪到我 都是辛苦的事情 但是沒關係 最後我們一定是化險為夷 最後一定拿到最後的成功 我這一輩子真的是這樣 真的是這樣 都是要經過千辛萬苦 但是呢 最後有甜美的過世 人生這樣也比較有趣味 比較有意義 那各位好朋友 我剛剛問齁 說民進黨做得好不好 大家都說不好 真的不好 八年來齁 你告訴我一件事情 一件就好 民進黨做得好 我一件都想不出來 但是要講他做得不好的 壞事齁 慶祝男生 不要說別的 對不對 當時新冠肺炎 要口罩沒有口罩 要快篩沒快篩 要疫苗沒疫苗 等到病情稍微好了 要雞蛋沒雞蛋 要什麼沒什麼 這樣的政府 無能對不對 無能都沒關係喔 還無德 中間不知道多少人發國難財 在口罩 在快篩 在疫苗 在各方面 不知道多少人上下棄手 還有雞蛋也是一樣的 所以各位好朋友 這樣的政府 我們讓他繼續執政嗎 可不可以 不可以 當然不可以 對不對 好去年 這個選議員選縣市長 我喊出一句口號 叫做票投民進黨 青年上戰場 結果很多年輕票跑掉了 沒有投民進黨 今年我說明年的選舉 我們是戰爭與和平的選擇 大家說是不是 是 你要戰爭還是和平 和平 我們要戰爭還是和平 和平 當然要和平 對不對 民進黨他現在很怕 最怕的 就每天去講 賴清德說 他當選不會帶來戰爭 他是會帶來和平 大家相不相信 不相信 天下最大的笑話就是 賴清德說 他當選台灣會和平 你如果當選台灣會和平 你為什麼 兵要從四個月變一年呢 大家可能有子弟啊 孩子啊 孫子啊 朋友的孩子啊 明年當兵從四個月變成一年 大家不要以為四個月變一年 只不過多了八個月 八個月對青年人是很重要的八個月 學校剛畢業就到部隊裡去 一年的時間 而且這一年 如果是有意義的一年 就罷了 這一年大概去做米蟲 那四個月變一年 這不是民進黨搞出來的嗎 國防預算 從三千億變六千億 特別預算 再加六千億 這不是民進黨搞出來的嗎 那為什麼呢 不是就一倍打仗嗎 那他跟我們講說 他當選會帶來和平 大家相信嗎 不相信 所以這是一個騙人的政府 一個政府 一個國家領導人 不能給國家帶來和平 就是一個罪惡的領導人 就是一個沒有道德領導人 大家說是不是 是 所以 所以民進黨現在又很怕 他很怕 年輕人不投他 年輕人的父母也不投他 所以他現在天天騙我們 說沒有啦 不能有啦 我當選不會變成 不會打仗了等等 大家不要相信他 明年1月13號 不要投國民黨 我們才不會去當兵 才不會去打仗 大家說好不好 好